周庭留在海外是最好的决定 香港纳税人不必再养他 同时也让加拿大华人多一份力量 争取居住在加拿大的人权自由民主 你根本没有理解一国两制的目的 一国两制本来就不属于香港 是给台湾的让香港捡到了而已 你去看小岛如何看待香港吧 这些暴乱分子是香港动乱的根源 他们不回港香港自会越来越好 你竟然说香港未来在哪里 王志安你可以的怪不得被封杀 关于追溯这一点 你怎么知道警方对他所犯之事 是在国安法之前的呢 在侦查过程中他人就跑了 况且周庭本人也没提起追溯之事 打人的时候打得起劲 国安法一通过就政党解散 还是谭四同为真英雄 周到了加拿大 还可以继续为魁北克独立努力 分裂加拿大 这些孩子真的好像提现魔偶 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 看着他认真的样子 真的既辛酸又无奈 没什么政治智慧 只有冲动和任性 真的感觉好搞笑 这些人理所应当地认为 香港一国两制 是用来为造反提供便利 而且还认为 以游行的方式取得政权 会不会太天真 我说你们要反共 最好的方法就是加入共产党啊 为什么还要推翻共产党呢 加入共产党 从内部贪污 从内部破坏共产党 不好吗 如果中央放任部分港人口中的 内地蝗虫们 发起反击运动 不加干涉 甚至只在媒体煽风点火 就足以让香港会被彻底瘫痪 甚至一场大屠杀 你只盯着港版国安法 为什么不看英国的国安法 美国的国安法 台湾的反渗透法 当权者都是一样的 要是说黑 都一般黑谁也不要说谁 立场很重要 很显然这一期节目 王菊完全没有考虑 大陆人的立场 用王菊的话 或者柴静采访的 那位学者的话 来说就是 中国大陆人不是人吗 对学生参与政治运动 就没啥好感 那么年轻 很容易被各种势力所利用 而且也不成熟 学生上好你的学 政治运动留给成年的公民市民 不好吗 支持香港民主 也不反对香港独立 如果你们真可以做到 但反对仇视大陆 殴打游客 反对你们用支那 这个绝对的歧视词汇 来称呼中国人 太年轻 把民主自由想得太简单 太单纯 民主自由不是不好 但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走向极端 任由搞下去 必将是港独的结果 就像台湾的今天 在美国不爱国 可以当参议员吗 在英国允许 威尔市 北爱尔兰 苏格兰独立吗 而且英国是联邦国家 英国都可以大肆 屠路苏格兰人 看来共产党太仁慈了 当然是好事啊 香港除非那批 搞金融的其他的 根本不重要 只要金融功能正常运行 香港就算走掉 几百万人都不会有影响 根本原因就是 香港一个城市的定位 香港早已经吹起 反攻大陆的号角 在深圳遍地 都是背包的香港客 他们占领了 大部分的商场 餐馆 酒吧夜场 和洗浴中心 让大陆人吃喝玩乐 都没有地方可去 出国留学 然后恐惧 还是太年清零 实话说啊 正常逻辑来说 四十九年毛的中国 香港就完全可以不存在了 且行且珍惜 实际不对 等中美结果 周庭这类 不就是政治投机分子 以当时的环境 正常争取民主 不应该如此激进 个人理解 就是被人荡枪使 令人唏嘘的是 由于他们的激进行为 才间接导致香港法治退步 港独被日本新加坡英美 忽悠瘸了 煽动游行丢燃烧弹 造成混乱 硬生地让人忽悠引导 把全世界挥产 引导到瑞士 英国 日本新加坡 香港的世界金融中心 差点弄丢了 2019年 记得看见一帮人 在大厦里独立建国 大厦停电 就解散了 笑死了 当年做得太厉害了 香港都撤回 送中法案了 没完没了 还歧视大陆 纯自己找死 政治是少数精英的游戏 整天抱着选票 就是民主自由 我只能讲太天真 偶尔嚷还可以 政治真的不是普通人玩的 不适合你们 更不适合那几个小孩 回家好学习吧 周庭本质上 就是个喜欢二次元的宅女 到了加拿大后 还不忘逛动漫展 和推荐自己喜欢的动画 然而在中国 年轻人就连这样 毫无顾虑 开心地搞动漫展 和喜欢动画 都很困难 其他不说 一群出终生组建的政党 能有什么好的政策 我说句实在地 给他们一个地方管理 都会很快 王国主播说得对 香港必须是个法外之地 犯罪过去了 就应该放过 你很多年轻人 向往的西方民族自由 他不知道 他们的民族自由 建立的建立在 什么样的基础之上 他们的民族自由 坚持在资本主义的 掠夺强权和殖民 所获取的巨大财富之上 老毛早就说过 枪杆子里出政权 年轻人受蛊惑 去搞运动 除了做炮灰 还能做什么 但玩之地的香港 什么也做不了 港独的年轻人 对标的是反大陆人 群众基础都没搞个鸟啊 说什么民主自由 不如说是生意 那个想分裂中国的人 在国外不是住别墅豪宅的 一直在英国 一直在加拿大 看多老实了 吃着剩饭 也不敢提在英国加拿大 要民主自由了 要做一个民族领袖 做了两天牢就吃不消了 想象一下抗日战争的时候 那些民族英雄 吃了多少苦 然而这些年轻人 现在完全忘记了 反而歧视中国人 歧视自己是个中国人 我从来不对这些黄丝同情 他们搞得香港天翻地覆 毛多默长权 还搞政治 不懂政治 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妥协 他们毁了香港 毁了世界 疫情的起因 跟香港的事态 有很大关系 可以说 中国有很多问题 民主 法治 都有很大进步空间 但是对香港问题的处置 可以说是非常妥当 定性准确 处理果断 符合基本法 又给香港自治 留出了必要空间 和六四的失败一模一样 请神容易送神难 不能见好就收 结果是全盘皆输 把香港民主彻底断送 这帮人是说的好事好心 办坏事 说的不好 就是被动地毁灭 香港民主的帮手 香港反对派 对中国普通大陆人 搞种族歧视和仇恨言论 已经人为的 将所有可能支持他们的人 推向对立面 本来香港就作为特区 享受了大陆很多特权 又要辱骂大陆人 和大陆分割 这些学生争取的那些权利 连英国政府都没给过 他们是怎么认为 中共会给他们的 就简单一个真普选来举例 英治时期的特首 不也是英政府任命的 哪来的真普选 真是想瞎了些 如果不是工作不可以避免 都不愿意去那个鬼地方 上下的优越感 不知道哪来的 跟神经病一样 在他们眼里说英语的是上等人 说粤语是本地人 普通话出口 就被莫名其妙的歧视 观众应该给王菊一点时间 王菊是一个善于反思的人 经历了台湾事件之后 他的观念已明显有所改变 不会盲目理想化 美化一些人了 为了维护一个不同的声音 大家有点耐心吧 王菊有时候挺客观 但拍脑袋的问题也非常明显 19点47分 说国安法是口呆罪 没有客观标准 实际上国安法第四节 第29条说得很明确 罗列了五种犯法的情形 王菊是不是没看过 现在很多年轻人 一味地想的就是 我想要什么 而不在乎 国家现在处于什么阶段 国家的经济和财富 处于什么样的阶段 国家远不允许动乱 现阶段 如果中国要像西方一样 中国的结局只会乱 我也觉得 这期的观点不认同 当年他们这帮人 搞到香港民不聊生 暴力行动非常多 要是给这几个学生获得权力 跟民运那帮人也一样的 梅石磨政治素养 书都没读几年 就是捞政治资本 这几个人就算了 都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还有什么权利 在香港搞这种活动 好比台湾人说 要民主我认同 你是中华民国都行 但是搞台独 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我建议他们自己 买做到自己玩去 我在听的过程中 就感觉王菊 在有意无意隐瞒什么 感谢评论区的 知情观众解答 另外我不认为 编制一个谎言 可以让我们 对自由民主更有认同感 相反很容易 对自由民主 与谎言绑定 希望王菊明白 看那些逃到国外的 民运人士 港独分子 舔西分子 在国外都是什么作为 什么的德行 真正为民请命的 值得去尊敬 但就这些跳梁小丑 跑到国外人家 也只是拿着当工具而已 甚至当工具 人家都嫌着手 97年之前 从没听过香港人 向港英政府要真普选 反而以殖民地为荣 站在中国的领土上 还想用殖民地的规则 搞分裂 想挺好啊 小心思无非就是 搞出个国中之国 即使失败了 还有英美做退路 接着吃反华饭而已 看了你的视频 才理解共产党多不容易 把一个国家从农业穷国 带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几亿人民解决了温饱问题 生活越来越好 在公司馆里 一个十几个人的小团队 都很头疼 共产党能做到这种地步 真的伟大 一 王志安应该先去认真研究下 西方民主社会所立下的 对有关国家安全的 法律条文和规定 然后再有资格 对香港国安法来评判 二 对种植这些人 应该让他们回到英国殖民统治 并且无权选举 港府首脑的环境下生活 客观来说 这是各打五十大板的事情 这些所谓民主运动的人 其实本质内心 就是想香港独立 而政府立法来管理民众 那个国家都是这么做的 只要法律合理 司法公正公平 对普通老百姓 生活没有太大影响 西方的民主 终究就是一个笑话 工业革命的红利 消损殆尽 要在只剩下权力的博弈 仇态进出 愚弄百姓 就像一个家庭 最终只有当家者 才能做出决定 正确继续前行 错了自我纠正 老人孩子都要出来做主 日子没法过 香港最大的失策是 没有得到大陆人民的同情心 为什么呢 因为对大陆 一直以来的歧视 如果对大陆人民 不那么苛刻 不那么污蔑 我相信 这么多大学生 大家是知道 他们在干什么的 没有争取群众支持 是不会胜利的 网评员小粉红真是多 大陆人在自己国家和家乡 都是被统治阶级 就不要跑到网上 来对香港的事 指手画脚了 香港的未来 由香港人自己决定 小粉红们 不过是统治阶级 煽动民意的工具 还真以为自己 是个什么国家主人了 经济基础和财富制 财富基础 对一个国家来说 首先取决于不断的发展 和稳定的社会 没有这些 就没有财富和经济技术 没有财富和经济基础 就不可能有民族自由 因为每个人都是贪婪的 你给不了他这些东西 他们就会起来反抗 王菊 你那一期开节目 真开偏颇性好大 失去了以往 树立开中立人设 叫人有些小失望 关于事件发生 开时间顺序和法律知识上 你真开心猛差 可能你想通过那众方式 向日本交投名状 获得更长久开庇护 那我密可以理解 在可预见的将来 只要中国的经济不断发展 中国的民族状况 会越来越好 而西方社会在面对中国的经济竞争 如果败下阵来 西方的民主自由 也会做最后走向破产 这就是为什么阿根廷总统说到的 西方社会正在不断地走向社会主义化 为什么香港没有未来 你看这些所谓的学生领袖 就这样把事件从内部矛盾 一步一步走向敌我 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你有政治诉求 但是没有协商余地 只是小孩子耍脾气一样 地上撒泼我就要就要 真的给你管理香港 这才是香港的悲哀 请问王菊 什么是言论自由呢 很多人 尤其是台湾人 说起言论自由 都是可以骂政府骂总统 没错 在美国 你骂拜登可以 但是你大街上骂犹太人士 你说你是反游人士士 看警察抓不抓你 每个国家痛点不同而已 言论自由就是扯淡 国家安全 反间谍反颠覆 爱国教育 哪个国家不这么搞 周庭在加拿大反中可以 他反加拿大事实 揭露加拿大当年 种族灭绝原住民行为是 搞一个组织 估计他马上就不自由了 本质上就是中国以前很穷 看不上穷亲戚 心理优越感作怪 王志安其他很多视频 还是中肯的 但是在香港问题上 王菊很明显缺乏 对香港年轻人 基本情绪的认识 自从反双飞运动依赖 香港年轻人 就是用一种 张牙舞爪的暴力姿态 甚至面对儿童都不放过 可以说 港独的基本盘 其手段比起以色列 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直说了吧 港独台独这群人 只不过打着自由的旗号 给大陆找麻烦的 真想做成事 再傻也知道 哪怕是欺骗 也要讨好大陆的普通群众 台湾也好 香港也好 有任何一个搞政治的 会发表 哪怕靠近大陆 普通人的言论吗 背后金主根本就不会允许 有任何妥协 给他机会去上学 他却逃跑了 我就很纳闷 这样的犯罪嫌疑人 怎么可能被放走 你要颠覆政权 是要香港独立 这就非常的可笑 你觉得国外好 直接离开就好了 中国来去自由 香港从来都是中国的 未来也不可能再分割出去 在历史的洪流面前 躺避党车而已 纯属自己作私 吃饱了没事干 待遇那么好 一国两制给足了脸 还总想着闹事 这闹事的结果 就和当年64一样 当年64之后 党内改良派全没了 现在的香港 也不再是一国两制了 这些所谓的学生领袖 就和当年天安门 那几个学生领袖一样坏 最重要的是 还有一群阿吴卵跟着 周庭这批年轻人 在2019年做的事情 一点都不值得同情 绑架牺牲全体香港人的利益 谋求自身政治理想 通过各种犯罪暴力恐怖手段 破坏一个社会的稳定 这些行为放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 都是要把牢底做穿的 香港政府还能让他去加拿大留学 只能说明香港政府太仁慈了 中国政府在香港回归之后的前20年里 给予了充分的自由 但是最终换来的结果 就是香港社会的背叛 最后 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果断手段进行压制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就如王志安 你的父亲一开始给你很多的自由 但是你盼你学坏 甚至其在长辈身上拉屎 你的长辈会放任你吗 他不回港太好了 最好全部离港移民 让内地人去经营香港 从内地经济起飞这些年以来 香港很多普通民众 一直敌视我们大陆和湾一样 我们真的没做什么对不起他们的事 还让他们赚了不少的钱 结果养了一群白眼狼 反对大陆政府的一些政策可以理解 以我们整个大陆为敌就不对 王子安其实很多事情分辨的比较客观 但是对于政治方面 我觉得还非常的幼稚 就像一个小孩一样 片面地追求我想要什么什么是好的 但是所有好的东西 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和时间的积累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财富是否只有民族 完全它是一个精神范畴的东西 完全取决于物质上的基础 我们共产党员住牢 杀酷刑 杀头 依然痴心不改 想江姐 这女的故意让她去加拿大 就是一个策略 结果果然去了加拿大 就不回来了 想吧 她可是老油条了 就这个鸟样 想昂山素姬 想甘地 想南非的那位 那个不是把牢房当家的 未有牺牲多壮志 敢叫日月换星天 他们啊 作为一个九十出的内地人 从小被教育香港人 是我们的同胞 港澳台是一家 所以对同胞都有莫名的亲切感 也一直想到那里去看一看 直到2015年吧 自己第一次去香港 在地铁了 被两个年轻人喊蝗虫 非常震惊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面对赤裸的歧视 对于香港的所有幻想 也在那一刻消失了 小时候很愤青 长大了 利益摆在第一 自由民主还是中央集权 都是有利有弊 真正哪个好哪个坏 还是得看谁的实力强 主流媒体控制在谁手里 谁的小弟多 自由民主是上层人安抚 底层人吹的炮 也是瓦解敌人的力气 大陆的中央集权关你什么事 9.9%老百姓生活都变好了 要你个老外打抱不平 香港问题是这样的 他们反共可以 大不了抓去喝茶 他们触动共的逆临了 就是得到外国基金的资助 其实他们应该参与到国安法的细节制定当中 美国安法都在搞中国公司 和中国有关系的公司都要倒霉 每个国家都一样 只是用国安法对付人不同 美国对付中国 中国对付中国人 如果你不承认中国人 那更加要对付 王菊对香港民主自由运动的分析 我认为应该放在中美竞争的大环境下来解读 如果脱离了中美竞争的大环境了 这样的分析是片面的意识形态之争 最后还是要面对现实 中美七十一恢复关系 就是现实主义战胜了意识形态 所以香港的年轻人还是应该再耐心一点 你们要的是民主自由 美西方要的是搞垮大陆 希望你们深思 年轻人的想法过于浅薄 而且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有可能是被利用了 其实大陆人本身就是一种品质问题 无关于民主与政治立场 是一种做人的体现 这样的人当了领导人 只会偏向希特勒的前置 以前的香港电影 大多以爱国和身为英统治下的不齿 但现在的年轻人 因为西方国家的影响 把大陆 把共产大 甚至把大陆人民妖魔化野蛮化 不是什么事情 挂着民主的口号就必然正确 这世界并不少见包装成民主的民粹 纳粹党和希特勒 当年也是由合法合规的民主选举选出的 周庭的罪行不是什么争取民主 而是叛国换作一个美国人 跑去中国俄罗斯 争取美国黑人和原住民的权利 到处游说其他国家制裁美国 去跟伊朗古巴哭诉受到压迫 看美国会不会叫这种人民主都是 黄州罗的命途结果 其实都是当局事先计划好的 一个一早流亡 一个经过坐牢 出狱 回炉改造 在游学 并宣布不再归国 剩下一个继续坐牢 做到底 这些都是一早安排好的 当局不可能不清楚 周女可能出去就回不来了 但他们还是故意走 行事让她走 为什么 就是要制造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客观不同 从学运的三位青年领袖的支持者的思想层面 找到侵入点 进而分裂这股反对势力 我感觉就是 这些学生太容易被别人煽动了 自己也没啥政治思想 还把后路堵死 蒋真妮给个台阶下 也不止于此 王菊说 香港变得不自由 难道这些人去暴力殴打警察 及其家属 去街上烧店铺就自由吗 大陆给予香港经济上特殊的地位 一直没有更改过 但是香港发展迟缓 就去说问题 诠释中共的多少有点离谱 从宪法上 香港一直是中国的 是一家人 但是香港莫名其妙的搞大陆歧视 我只能说 活该 这期王菊立场有点偏 并且没说出个所以然 非常支持香港反对中央政府 但跟中国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关系 有必要那样打砸抢 骂内地人蝗虫吗 政治意见不一致了 就要斩草除根 这跟中共有什么区别 这些人又有什么资格搞民主 即使他们的目的是好的 理想是伟大的 但他们并没有做好正确的领导 也至于并没有得到大陆人民的支持 只觉得他们乳秀未干 胡乱搞一顿 一走了之 还留下了很多后遗症 我觉得这些所谓维护普世价值的香港年轻人 没搞明白一个基本问题 那就是香港属于中国 普世价值要在中国是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的整体基本框架下 不断和世界标准接近 否则一切都是不成立的 你们这样闹本身违反了基本法 是对中国合法拥有香港主权的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和谈谱是价值 举个例子 一个人想要去奔跑 首先要有健康的体魄 如果这个人还躺在病床上 就要先治好他 而不是硬拉他到跑场 这是事与愿违的做法 想象一下 假如你生在一个家庭贫困的环境下 你的父母为了生活打拼 为了使家庭经济更好一点 不断地在拼搏 而你作为家中的小孩子 你看到你的同学富裕的同学 家庭有很多的旅游 很多的好玩意儿 很多的享受 你不想受到父母的压迫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寒窗苦毒 而且你还要帮助家庭事务 懂事的孩子会体谅父母 然而一些不懂事的 肯定就会有反抗 可能会表达不满 而这帮在香港搞事的时候 为年轻领袖 就是那种不能体谅国家政府的难处 一味地追求自己的想法 我支持香港人 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 但是这三个玩意儿 只不过是从十几岁就不好读书 只凭着内心主观对大陆的厌恶情绪 就参与政治活动 这么大的孩子不管好与坏 自己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世界观 人生经历以及学识都不够 到后面也不过是被人当枪使 他们提出的政治诉求和采取的行动 也十分幼稚激进 纵观最近几十年来的学生政治运动 莫不是如此甚至我怀疑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解决问题 而是积累政治资本 并且他们对于大陆人的仇视行为 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殖民思想 就休想从我这里获得一丝同情 一个有组织的政治运动 它是离不开资金支持的 合法的团体可以有捐款 政府补助 而香港众志显然不合法 几个年轻娃从哪里弄来的经费 几十万人游行所需要的工具 用品 吃和拉撒是个小数目吗 与境外势力勾结肯定没有冤枉他们 查资金来源就知道了 其实 任何政治组织在没有合法 稳定的收入之前 接受境外援助是常态 中共当初也是被共产国际用卢布养出来的 只不过打赢了 历史就由你来书写 胜利者无罪 但我看不出来港台那帮人有任何赢的机会 我支持你们民主自由的诉求 要独立还是洗睡吧 不要因为你们而使这两个地方遭到集体灾难 说个笑话 希特勒也是全民普选出来的 这难道是你理想的未来吗 这场对中国是好事还是坏事 需要时间去检验 我们判断一个事物的好坏建议 以自身的立场出发 对我是好事 对敌人而言就是坏事 反之亦然 香港反修例运动背后的势力是谁 得意的人是谁 王菊有没有进行剖析 这是国家与国家势力之间的复杂的背后博弈 价值观的博弈 还是背后的国家利益攸关 香港反修例的暴动 充分体会到了西方媒体的虚伪与险恶 中国追求共同发展 西方价值观是零和博弈 两者碰撞常有的是 王菊怎么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 为了恶心中国需要留你在日本发表意见呢 只要老百姓当下能够安居乐业 长治久安 这就是比较合适中国的制度 世界各国制度那么多种 说民主自由是唯一的普世价值 即出路本身这个说法就很狭隘 一国两制的前提是一国 当宣扬爱国教育 让以爱国为前提来选特首 让杀人犯引渡受审 都是天然的带上中共阴谋为前提 可见境外势力对港人操控洗脑的程度 有多么可怕 都是以中共妖魔论的前提来看待事情 完全失去了客观的判断的理性的逻辑思维能力 有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 自己打杂搞乱自己家园所追求的自由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你们才是脚踏实地生活在香港的人 不要因为别人对你们灌输的所谓价值观 就觉得自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些法律真的影响到 你明天去上班买菜做饭了吗 还是该干嘛干嘛去 非要跟着那些拿着境外钱财的人去搞运动 要搞清楚一点香港之所以繁荣 并不是因为你们香港人很特别 也并不是因为你们香港人特别努力的结果 香港的繁荣是资本运作下的产物 作为经济特区免税天堂是资本和发展中的 中国的共同需要 当中西蜜月期结束 变为竞争关系时 自然也会把香港当枪使 衰败也是必然的 参与这些所谓的运动 更加速了香港的沦陷 让别人有更多的理由来剥夺香港金融中心地位 这就是学生运动脆弱和天真的地方 对比历史上的五四运动 学生罢课游行被抓进去了 但紧接着上海工商界的罢工 罢市有力地声援了学生运动 同时把这次运动参与的阶层大扩展 才迫使北洋政府退让了 没有工商界支持的学生运动 就是空中的楼阁一推就倒 香港的反送中 及其后续性质更像是政治作秀 这些人有一种错误认知 只需要多搞街头运动 这股火就会烧起来 最终就可以取代香港现有政权 他们不愿意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 也没兴趣了解香港大多人想要什么 只想着大干一场 不耐烦和群众做艰苦细致的斗争 在学生会议室开几个会 在街头上烧几个国旗 就指望能成事 楼上有人已经总结得很好了 无差别敌视内地人 暴力手段 搞港独将他们推向了 香港大多数人的对立面 但是归根结底 是他们对于香港社会的了解 太浅薄了 调研不够 合计层的联系不够 他们最大的依仗 不是香港人的同情和支持 而是外国的唆使和资金援助 也不想这些如何能与香港 七十多万人的分量相比 逃往国外 不是故事的最终章 武昌起义时 孙中山也在流亡美国 真正要紧的是 周庭这些人去到国外后 会不会对这场运动进行反思 去总结失败的原因 自己哪些地方有误判 给后来者提供前车之鉴 当然我对他们会这样做的可能性 是抱悲观态度的 他们大概不会检讨自己的错误 只会归咎于 美英给的背后支持不够 香港人太愚钝 火点不起来 中央和港府的镇压太粗暴的 三点五十三分文化输出 单纯只是国家实力和霸权的延伸而已 英国人莫来之前 香港也不讲英语 台湾在日据时代之前 日语也没有普及 但是只要统治当局枪打出头鸟 把这些领头的不讲英语 不讲日语的反对分子 全都处理掉 剩下的人还不是乖听话 赶紧学外语 现在有不认同和反对的声音很正常 等到文化渗透到一定程度之后 自然而然就会形成文化认同 一个外来政治实体 占领某块地区以后 为了巩固统治 对其输出价值观是必然的事情 当地人只有选择接受 反抗和逃跑 因为他们如果有对等的实力反抗 早就不会发生这样的结果 就比如台湾曾经被荷兰殖民 但荷兰人早就被赶跑了 所以现在几乎看不到 荷兰殖民过的历史痕迹 但是你现在才反抗 由于双方实力完全不对等 怎么可能会有好结果 这些看不清大事的反对派 只是那些赶着讨好当局的建制派 用来杀鸡景侯的垫脚石而已 是分析一下 香港和台湾这些地区有能力反抗英国 日本和中国这些国家的统治吗 在这些国家面前 你就是流进最后一滴血 站至最后一个人 也只是帮人家腾出殖民的空间而已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学习古代朝鲜的世大主义 把自己的利益和占领的实体牢的绑定 在被占领的框架下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最实用也是最功利主义的办法是 墨人来就讲广东话 英国人来了学英语 日本人来就学日语 维尼熊来了讲普通话 就这么简单 比如那个霍石墨钢 娶个跳水皇后 各种用普通话表忠心 她未来在香港想不关于亨通都很难 稍费